时光荏苒 一晃25年过去了 今年的7月1日 我国举行了盛大的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日 娱乐圈内无数艺人们也在这一特殊的日子 以满汉热情地为香港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港星张学友也不例外 张学友作为四大天王之一 是很多80后 90后记忆中的那个男神 他不仅参与拍摄过无数经典影片 在乐坛更是有歌神这一称号 因此作为知名艺人 在庆和香港回归25周年的这一天 自然不能缺席 然而与其他艺人不同的是 张学友所发表的言论却引发了全网巨大的争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7月1日当天下午 张学友出席了央视某频道 镜头里的张学友仍然留着他那几十年移成不变的发型 并且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 朴素的穿着在搭配略显皱纹的脸庞 张学友整体给人一种稍显老太的感觉 面对镜头 张学友表示 在这二十多年里香港经历了许多祈福 自己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 因此相信 并且希望香港能够成为一座比之前更好的城市 在视频最后 张学友以香港加油作为了结尾 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提到祖国二字 这样的言论立马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极大不满 首先大家认为张学友整个过程中没有明确表示 自己有为祖国统一而感到高兴 他在意的似乎仅仅只是香港这座城市 其次更有甚者表示 张学友从来没有为祖国进行过捐款 言外之意是暗示张学友似乎不太爱国 对此网友直言好感全失 或许是因为负面评价太多 官方后续直接火速将视频进行了删除 而张学友因为这次事件似乎也遭遇了脱粉滑铁炉 但也有不少人表示 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敏感 也没有必要过分上纲上线 毕竟张学友并没有说什么不当言论 其实部分网友之所以会这么紧张 完全是因为之前一些港澳艺人们的不当言论所致 亲爱的看官们 对于张学友出境时未提及祖国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是否觉得部分看客的看法有些偏激呢 对于张学友出境时未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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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